HELLO YVAN,我是雷琳 今天要來教大家 SQL Server 基礎教學 如果在 Microsoft SQL Server 裡面 去新增一組屬於我們自己的帳號密碼 可以讓我們使用帳號密碼 或者是用外部登錄 而不用再使用 Windows 內部認證 首先我們點開 Connect 下面我們就做我們 database 的一個連線 然後這邊就是它預設的 SAM 我們連線之後呢 我們看到說我們這邊就有一個 Logo Host 然後下面我們看到這邊有個 Security 安全性 我們點右鍵 New Login 然後我們就能看到說它跳出一個 Login 的 Windows 4 窗 那這邊 Windows 4 窗我們要怎麼去設定呢 它就有兩個設定 預設就是 Windows Authentication 就是 Windows 自動認證 那這邊不是我們要的 Windows 自動認證是為了新增 我們自己在 Windows 系統下的一個使用者 一個使用者 簡單來說就是你電腦裡面如果有 父母或是同事要用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用內部使用者 那這樣就達不到我們要使用帳密登錄的一個概念 所以呢我們就選擇 SQL Server Authentication 然後呢這邊我們就能去設定說 我們要的密碼是什麼 要的密碼是什麼 那接下來呢我們要怎麼打呢 我們就打我們要的密碼 然後呢 不要說我就打 隨便一個 123456 123456 好 然後上面呢我們要設定我們要登錄名稱嘛 登錄名稱是什麼 比方說我就寫 Task Account 就是測試帳號 好 然後之後我們點 OK OK之後我們再來展開這邊 我們看到 Logins 下面這邊就會顯示一些 有權限的登錄帳號 還有包含它的登錄帳號名字 網譽等等 那最下面我們會看到說 我們剛剛新增的Task Account 就已經存在了 就已經存在了 這時候呢我們可以試著再去做另外一個連接 我們就一樣再做連接 然後我們不要使用SA登錄 我們使用我們剛剛創建的帳號登錄 比方說我們剛剛創建的就是Task Account OK 然後呢這時候我們再把它展開齁 我們這時候打開我們的密碼123456 然後呢 Remember Password 就是問你要不要記住我們的密碼 下次登錄我們就不用再打一次了 這時候我們按 Connect 然後它就會說 你的密碼已經過期 你必須輸入另一個密碼 這樣你才能登錄 那我們就來創建一個新的密碼吧 這時候呢我們就輸入隨便一個 不用說就是668899 好 然後按 OK 設定完之後我們就看到它成功的連線了 那這邊呢就會顯示說我們登錄的帳號是什麼 比方說上面我就是透過SA連線 下面我就是透過Task Account連線 所以呢透過這簡單一個實作功能呢 我們就可以去做到一個簡單的連線 那現在我把連線清除 然後再重新連一次 我們就會看到說 欸我們剛剛的紀錄都有紀錄了 並且透過加密後的密碼 其實它有幫我們去做一個改動 這時候我們再按連線 我們就會看到說 欸它又成功的連回來了 那這樣呢就是一個非常簡單的 如果在我們的Microsoft SQL Server裡面呢 去創建我們使用者帳號一個教學 當我們以後呢 要開帳號給別人 或是說需要登錄等等 那我們就可以自己到這邊 去創建我們屬於我們自己的帳號 那當然呢 今天還有一些使用者權限啊 他能幹什麼之類的 這些呢就是比較詳細的教學囉 如果大家還想了解呢 我還要再出影片 那今天的教學呢 就到這邊為止 希望我的教學有朋友收到大家 我是水凌 我們下個影片見囉 掰掰 我們下個影片見囉 ESacker 我們下個影片見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